最近北京的冬奥召开 那可是捅碎了不少人的玻璃心 从北京申办奥运会开始 西方就公然的违反奥林匹克宪章中 关于政治中立的基本原则 用尽方法抹黑中国 一会新疆问题 一会外交抵制 一会又说手钢大跳台旁边是核电站 一会又疯狂的网爆谷爱玲 各种造谣抹黑就没停过 各路执人执驱二鬼子 为了黑冬奥那脸都不要了 本来大多数中国人对冬奥 其实感觉不是特别强 好多项目大家就是看个热闹 但是这次因为咱们北京是主办冬奥的城市 所以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再加上西方看到如此成功的冬奥会 气得都破防了 语无伦次了 那咱们就必须得好好的关注一下 好好的支持 只要能把他们给气死 咱就高兴就开心 最近很多的新朋友关注到我的频道 可能您就是过来听个热闹 听个乐 但是慢慢的就开始有人问了 这职人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西方如此疯狂的攻击中国 今天磊哥就再次给大家科普一波 咱们也来聊聊 为什么西方如此恨中国 顺带咱们也聊聊 他们嘴里说的小粉红到底支持的是什么 职人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您的朋友 磊哥 这个职人顾名思义 就是接受殖民主义的人 而职人 他根据他的病情是有进阶的 接受殖民主义 而且反华反人类的 他就是直出 赖在中国 但是全盘接受西方殖民主义的 就是直屈 关于这个概念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这期节目 陶克的同学一定要补上 今天咱们主要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概念 也了解为什么西方那么讨厌中国 首先当前的世界没有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压迫剥削的影响 全球一直存在着四大种族隔离 分别是医疗 财富 粮食 还有教育 这些是因为西方的殖民主义造成的结果 西方国家所希望的世界是不平等 代代相传 永远持续下去 举个例子 非洲 南亚 拉美 大量的国家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他们的工人拿着极其微薄的收入 西方国家就可以花很少的钱 让这些欠发达国家的工人为他们挖矿 种农作物 做各种各样低端的手工业制品 而这些国家的工人大多都是文盲 他们也只能永远的做这些工作 赚取极其微薄的收入 咱们中国以前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架构都建立在剥削之上 所以这种剥削 它是一代又一代反复的出现在殖民体系之下 而更可恶的是 这些被剥削的国家 很多都是西方所谓的自由国家 他们并不是殖民地 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 却被绑在了殖民体系之下 这就是新殖民主义 这些穷国没钱发展怎么办 那你只能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借钱 想借钱是吧 那你为了还钱 你得砍掉你的教育经费预算 医疗预算 福利保证等预算 不然你以后怎么还我钱 这些国家没钱发展教育 所以工人就只能当文盲 西方的殖民结构就可以持续维持下去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西方的殖民体系和种族主义 它是携手并进的 它不但压迫你 还歧视你 因为他们可以剥削你 所以他们会自认为自己很高贵 很高级 明白这个逻辑了吗 中国在一个阶段也被拖入了西方的殖民体系中 给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廉价的优质商品 纺织品 玩具 装饰品 赚到的美元 它只让你买美国国债 这叫一头牛被美国扒两层皮 最开始咱们没有办法 你想发展就必须要资本积累的过程 你的劳动力水平高 相对便宜 就会吸引资本来投资建厂 那个时候西方国家认为 他们终于把中国捕获到自己的殖民体系里了 再给你搞点颜色革命 弄个和平演变 好嘛 中国就变成最大的殖民地了 拥有中国源源不断提供的物资 美国的上层就会随便左 钱随便阴 还可以保持非常低的通货膨胀率 这其实是反经济规律的 但是由于殖民体系的掠夺 就可以打破印钱就通胀的经济规律 而后来让西方国家接受不了的是 中国累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 开始坚决的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并且开始挑战西方的殖民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人的营养水平 教育水平 健康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预期寿命也全面的提升 这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 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愿意来中国投资办厂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中了中国高质量的劳动力 如果说劳动力价格便宜 比中国便宜的地方太多了 为什么他们选择中国 还是因为中国的人 而当时的中国策略是什么 你可以来投资办厂 但是你必须要开放技术转让 不转让的技术怎么办 没事 逆向开发 并且不断的超越西方的技术 现在中国已经在众多领域 比如5G通讯领域 机器人 新能源 高铁上远远超越西方国家 而这直接威胁到了西方的殖民体系 大家一定要清楚 新殖民主义有三大霸权 第一个科技 第二个金融 第三个就是军事 这三个相辅相成 科技放在第一位 举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想弄死华为 因为华为直接对西方所有的电信公司 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因为这些西方公司 就是靠垄断技术来赚取暴力的 你没有这项技术 只有我有 那我想卖你多少钱 你就只能接受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霸权之一 90年代 我们家买了一个松下的微波炉 1200多块钱 当时普通的工薪族的月工资 就三四百而已 而到了2000年前后 格兰市的微波炉 一个就卖300多块钱 还送你一大堆保温盒 随后日本的微波炉 就在中国市场彻底绝技了 这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你没有 我就可以卖你天价 当你有了 我就只能降低价格和你竞争 竞争不过了 那就只能滚蛋了 电信领域也是一样的 芯片领域也是一样的 西方绝不允许中国的技术水平超过自己 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的核心霸权 所以美国呀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对于打击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目标是一致的 哪怕短期杀敌500自损1000也要干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毁掉华为的长期优势 阻止中国的全面崛起 在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下 如果中国只是世界的大工厂 他们是不会介意的 因为中国生产的优质低价产品会不断的送往全世界 而美西方却不希望中国为自己生产东西 中国提出的扩大内需是让美西方最无法接受的事 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公司比他们更有优势 而这一切一切的起点就是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么什么让你之前站不起来呢 这你得好好想想 就是西方的殖民主义压迫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中国反对美国呢 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它就是靠殖民主义压迫掠夺全世界的 整个地球上能实现工业的国家数量 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殖民主义不让其他国家发展 这才是核心的关键 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不到5% 但是却霸占着全球25%的资源 美国把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 然后扭头说中国是碳排放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心态 这样的美国你也支持是吗 那你就离一匹一纳越来越远了 知道吗 那回到关键的问题上来 美国现在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中国呢 为什么美国国会要批准大量的预算 专门用来在全球抹黑中国 就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看到了 中国的伟大复兴会一步一步的把西方的殖民主义彻底撕碎 这正说明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所有国家都认可 包括美国 但是现在的美国有上百万人因为新冠嘎巴催了 这不是世界上最严重对人权的践踏吗 而美国却天天把人权挂在嘴边 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马上给你扣上一个侵犯人权的帽子 看看这几张照片 南斯拉夫 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 美国都是打出人权牌 然后把这些国家炸个稀巴烂 然后再让安吉利纳朱利站在这些国家的废墟上 满怀深情的说一句 虽然他们一无所有 但是他们自由了 这样的美国你也支持是吗 你只要支持 你就离一瓶一纳越来越远了 明白吗 油管上所有的反华频道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美国豢养的狗而已 他们为了维护美国的殖民主义 天天在网上摇唇骨舌 他们不是殖民主义的畜生 谁是呢 那些拿着美国护照嘴上说 你们中国人受点苦怎么了 这种败类他不是直出谁是呢 而更可笑的是 这些人里大量的人是说着中国话 一副中国人面孔 本身在西方就是受歧视的对象 这种人不是直出谁是呢 所以我支持中国反对的是美国霸权 背后都是在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 反对的是压迫和剥削 所以说支持中国 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看到了比西方殖民主义更好的未来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 也是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我们就应该对昂萨为首的美西方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中国的伟大复兴就是要终结殖民主义来的 所有的职人职处职区 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们永远都可以站在道德的绝对制高点上 审判你们 所以早日脱离殖民主义 才是你们唯一能走的正路 走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刚 好 好 太 好 好 i know you